饿了就感到会难 但是就是说 如果她哭了 就是不管是她半写的写 如果她哭了的话 我说其他建议 就不要立即去把她抱起来 不要立即去把她抱起来 就是先等她哭一会 哭了大概 你容忍不了 你心动了 对于宝宝哭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家长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全家听不得孩子哭 那孩子一哭最好都抱起来 如果家长觉得这种哭闹 纯粹一种习惯 那我们可以让她哭 一直哭到累了 比如睡着 或是觉得这种哭闹 也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有一种方法 是绝对不能推出的 就是哭一会儿再抱 哭一会儿再抱 或者孩子造成什么 我只要一哭一闹 就可以抱 那这样的话 她以后为了让家长抱 就会习惯于用哭闹这种方法 来要求家长 你们说什么 我没听懂啊 反正我还是希望姥姥 多抱抱我们 抱抱抱抱 抱抱要多抱抱 如果我真的爱 我就抱抱我 我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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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丰